同猪青 manufacturers 这一陣子要出差顺发 趁着工作到家的至尾时 带老婆与背玩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顺化是熱南末代王朝的京都 位於越南中部位置的省份直屬都市 是成天顺化省的省匯 面積大概7168平方公里 顺化所屬的地方是熱南中部沿海平原 历史上曾經是西山朝和遠朝的京城 即是在1778年到1945年年間 是熱南古都 以歷史古跡著名 保存有很多歷史的紀念物建築物 顺化最出名的是香江和那些王朝時代留下的遺產 1993年 在這座城市的顺化京城和顺化皇城 即是顺化歷史建築物群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造世界文化遺產 顺化觀光景點分別有 顺化皇城 顺化宮廷 太禍殿 天露寺 明明皇陵 啟定皇陵等等 拿了房間之後 我們就去吃午餐 吃午餐的時候聽服務員說 宮廷晚上有粗冰 所以我們等到晚上才來 結果宮廷沒有開門 只是在王城外面拍照 第二天早上我們再次來到王城 打算再入宮廷 在宮廷外面三輪車夫說 宮廷很大的 行會行得很辛苦 不如坐起車載我們去 只是計二十萬熱幣 二十萬熱幣入面 已經包含了一些景點的門票 第一站就是 順化宮廷文物博物館 順化宮廷文物博物館 是熱南順化市 一個直屬於順化古都遺跡 保護中心的博物館 建築物裏面有128條木柱 黑石四零獸 和幾首漢人寺師 博物館現為遠朝兆子弟 於1845年所建造的龍安殿 但到1923年 才開始作為博物館 目前博物館展示了數百件 黃金、瓷器、陶器、唐匙 和皇室服飾等古物 甚至藏有 延南政府認定的國保 遠朝皇帝的王座 第二站這裏 就是屬於順化六步中的空間 六步是監管國家六個部門 分別為離部、護部、禮部、兵部、營部、公部 這間屋是建於1879年 當時是被同慶王子小時候讀師用的 第三站這裏就是正心湖 對面就是正心亭 正心湖 正心湖 是正心湖 其中一個著名的景觀湖 之前正心湖是金龍河的一段所改造而成 現名為記制湖柏 遠朝時期在1822年 明明王調動了八千士兵參與湖柏改建 將它改成王族的餘院 完成之後改名為正心湖 第四站 這間是熱南各父胡志明主席父母的故居 之后就回到朝早上车的地方 没有进宫廷, 被人露点了 还要求多给小费五万元热币 到了吃饭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没有打算进宫廷 吃了午餐之后 我们就来附近这间零老庙参观一下 参观完之后, 要让女女休息一下 第三天, 由于今天下午回胡志明市的关题 所以我们都没有打算再进宫廷参观 只是希望城出便参观下 这个建筑物就是枯文楼和盈梁亭 旗台枯文楼和盈梁亭 旗台枯文楼和盈梁亭 是以一条条条件 直线建造 枯文楼建议演朝年间 1819年 是挂贴演朝皇帝和朝廷的条书 和公布科举考试结果的地方 盈梁亭建议演朝年间 1852年 当时皇帝下香河港湾 或者省陆船前 撇劫成梁所用的地方 库文楼和盈梁亭 是这张5万元纸上的图案 最尾站我们才来拍摄全场桥 经常经过这个地方 最后一天才停下来参观一下 前场桥是热南唇化古都市中心 香港上的一座白色铁桥 上架湖形降架拱梁 长400米 连接北岸的黄城 和南岸的商业区 这条桥开始建于1897年 明清的来源 于当年附近一间造钱的厂 由艾斐尔铁塔设计师 居斯塔夫艾斐尔设计修建 1904年 1903年 韦伊台峰 重建于1906年 1938年 在两边加建行人路 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的旅程了 在两边加建行人 在两边加建行人 对 嗨 本影片已经结束了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你可以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收看更多有关燃南提昂的影片 可以登陆以限这个网址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新发布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收看就是我制作的动力 多谢 我们下一段影片见